这个我们最后就上课啦 然后当然跟各位讲一下,提醒一下 就是云端上面的资料 这个资源,如果将来你想要继续使用的话 当然理论上这个连结短时间不会不见 但是以后我不敢讲 可能因为这连结有时候可能会需要整理或怎么样 那如果连结里面的资料呢 假如你想要备份的话 那你们可能就课后啦 那不要课,因为如果你要 我是没有把它限制你们下载 所以这边有一个下载 就是如果上面东西你要把它备份下来的话 你担心说将来的资料可能连结会失效的话 那你可以自己也把它备份下来 那这样就可以,也许在存到你的云端上面吧 因为你们云端有15GB 存这些资料,资料应该也没多大 你再把它传上 那当然这个资料就会 所以你以后想找就不会怕找不到了 OK,那 第一个,这个资源其实我觉得还蛮重要 因为有些东西说真的,你真的要 当下 你可以用很快做出来 但如果你没有这个资源的话 有些东西你要重新再来过的话 那就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啦 OK,你就要再来一次的话 那等于是真的是要 花很大的力气了 我是建议有些东西 尽量呢 学过了你就把它稍微整理一下 那程式不是说叫你全部把它背起来啦 因为其实说真的,你有点像说使用说明书吧 到时候也许你会,到时候你可能忘了 没关系,你再把说明看一下 也许你大概就知道怎么一回事了 OK,所以最重要,我自己的习惯就是一定要 反走过一定要留下痕迹 不然的话,等于感觉那一堂 像我上课,我一定要留下痕迹 不然的话,感觉好像 好像没上课的感觉 因为你像我一样 如果下一次我要上课 我没有把它做这样的东西记录的话 我下一次我要重做 我还在背课,我花非常多的时间 才能有目前的累积 这个很花时间的 所以我建议各位 如果你希望将来呢 能够只要学 只要使用python,可以马上可以work的话 尽量还是把这一期课程 也许稍微做个整理吧 OK,那虽然今天的话是最后上课 那下礼拜不上课 那或许你这段 从下个礼拜这个时间 你也可以再做一点复习吧 OK,那这个影片的话呢 短时间也是一样都会在 OK,但我不敢保证说永远都会在 因为这个是放在YouTube上面的 所以YouTube上面的影片 理论上短时间内都还是会在 OK,但如果你将来 你想要让它永远都在 你也可以把它备份下来吧 至于什么备份 YouTube有那个嘛 可以下载YouTube影片的方法 OK,自己找一下吧 打个Google嘛 如何下载YouTube影片 对,就有软体啦 相同软体也蛮多的 甚至Python本身 它也有外挂 可以直接把YouTube上面的影片直接下载 你只要给它那个影片的连结 它就可以帮你把影片下载下来 存档了 OK,有这个东西耶 OK 所以研究性蛮多啦 也许可以自己试试看 每次上课的话都会放在这上面 1到9,第一次 然后到第9次 其实就一个学习的清单 所以你回去的话 或许你下个礼拜又可以从第一次开始复习 把一些东西忘了没关系再把它复习 那层次这种东西啦 最重要就是 第一个要 要学会 当然必要 可是第二个可能还是要熟练 因为我刚才很多人会 但是不熟练 可能很多时候知道老师在讲什么 但是叫你自己做 你可能就做不出来 那当然就等于是有学会吗 其实倒也好 最重要是说 如果你可以 不经过我讲 你就可以马上可以做出对应的东西 程式出来 而且不见得要跟我写的一模一样 你也许可以参考啦 可以参考我 但你可以改写一下也没关系 可以用你习惯的方式写程式 都没有问题 不过就怕说你没有练习啦 没有练习的话 很快这东西就 会慢慢忘得差不多了 所以尽量看有什么方法 可以让你不断练习 或者找类似的题材 然后呢去做个 最好是做个专题吧 或者你有个方向 用在什么地方 跟你工作上面有关系 你可以拿工作的这个需求 然后呢把它用Python 看能做出结果来 OK 那如果实在是没有方向的话 其实像那个证照的考试题目 其实不妨也是一个方向 我讲过啦 像那个他 我介绍一个他的官网 有没有 他有90道题 如果你把那90道题 全部做完 我相信 哇那你应该 而且你还通过考试的话 那应该 我想你拍摄应该也没什么问题 也不会有人指引你到底会不会啦 因为你能够做这些事情 而且考试的时候是没有办法让你上网喔 就是要给你题目 然后给你一台电脑 那要你把他的需求做出来 OK 那当然我是觉得那个挑战性 其实还蛮高的 所以如果想要这个 往这个方向努力的话 可以是这个方向 那上个礼拜的重点 我们来提一下 第一个就是说呢 我们利用什么呢 利用那个一个外挂 一个这个module Beautiful Sub 版本是4 它是BS4 那这个Beautiful Sub 最大的特点就是说 它里面有两个方法 其实上礼拜 我们主要就有两个方法 一个find find的话就是 如果那个出现的标签 它只有出现一次的话 或者你要找的是 刚刚它在第一个的话 也可以用find 第一个喔 OK 因为find的话只会找到 如果一个以上 它找第一个 OK 或者是只有一个 OK 那如果你假如很多个用find 底线all findall的话呢 它就帮你找到 那个网页里面 那个标签 它全部喔 比如说什么 比如常用像p p就段落 p 然后p的开头 p的结束 它的标签符号一定是 小于p 大于 后面一定会有个小于斜线 p 然后后面加个大于 它的结构都固定了 那其实html的结果一定是这样的 有一个头一个尾 那只是说 也许是p 那还要找什么 找div也蛮常找的 或者像h3 h3就标题3啦 OK 或者像我们之前也有讲过啦 如果你抓body的话太大了 因为body是整个 整个就全部 等于是全部 那有找跟没找差不多 所以你最重要是要找到你的那个 你要找的资料放哪里 好 然后另外用的话呢 透过什么 透过 有个属性叫.test .test抓里面的 那个content内容嘛 那如果你要找它的属性 比如说它的超连结的话 比如href的话 那就.get 后面的话呢 就跟它讲说 我要抓href这个属性 它就把那个属性的资料 帮你带回来 好 所以大致上操作 我想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些重点 那其实不是只有这些啦 坊间的书籍写的非常非常多 你光看你就头疯脑脏 但是我只是帮各位抓住最重要的 也就是你只要先会这些东西 优先学会 那不是说其他都不重要啦 其他的话如果你还有时间的话 你可以再延伸学习 因为爬虫这个领域啦 其实可深可浅啦 那我们现在只是最浅的 最基本的 不过大致上也足够了 只要你看得到的 你可以把它抓下来 那理论上应该就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除非说呢 有一些 当然像我上次提过 Google的嘛 Google的网站 那个搜寻网站 它理论上应该抓 看得到 我可以抓得到 奇怪 它为什么一抓 里面是空的 没有任何东西 我讲过 因为它反爬虫 它做了什么事呢 它多判断一件事情 就是说 你是不是真的是一个浏览器 如果你不是一个浏览器 而是一个python的程式 用request有没有 模拟出来的 那它就不给你资料 那当然了 这个所谓的什么 倒高一尺嘛 那这个时候 当然你就 摸高一丈 有没有 你就想一个方法 好 那你 就是说 你一定要那个 那个什么 那我就假装一下 假装是一个浏览器 骗你嘛 OK 骗过你之后的话 那自然而然 你就可以让我取得资料 后来有没有 黑的死东西 云端上我有放 所以如果这部分假装说 不是很清楚 可以回去试试看 反正这每一个每一个sample 回去都一定要实做 有的时候 听跟学是一回事 做又另外一次 做的话有时候 反而比你的听跟学还更重要 因为最后 你是否学会 还是取决于在 你有没有办法做出来 OK 那刚刚最后是讲 这个是反爬虫 当然有大部分的网页 因为它开放 它理论上 不会做一些反爬虫的动作 除非说那个网站 因为要爬的人太多 因为那个网站太热门了 什么奇交所 有没有 做的是什么 一些股市的网站 每天都一堆人 要爬那些资料 那当然 它会很不生其扰 因为你一直爬一直爬 那当然会造成它网站 网站就变成什么 流量会被吃掉很多 所以它一定要让你不要一直这样做 所以它当然会想很多方法 不然的话 它的网站 会好像感觉连线速度很慢 正常的奇怪 怎么连都连得很慢 所以它会想一些方法 反爬虫 那当然如果它反爬虫 你还是要的话 那你就要什么 再想办法 把那个问题给解决 那其实当然很多方法 后面 有机会我们再提 那所以上个礼拜的影片 总共有八段 OK 那今天的话呢 我们延续 所以上个礼拜的程式 也都在云端上面 那你们可以从那个 可以不是说 一样云端白板 所以 回去的话 把这东西 其实可以把它留下来 其实就是讲义 那我们上个礼拜是0604这个单元 好像有同学写信问那个 汇率 它好像有出错啦 不过 如果你有出错的话 你可以再参考一下 我这上面的程式嘛 那放在程式上面 比如说出错的话 你可以再看一下 我有把比如说台银外汇 我做完的这个程式嘛 一样放一份在这里 那你可以怎么样 自行比对看看 OK 如果出错的话 其实说真的 程式就是这样 一翻两段也 对就OK了 不对的话 你做一百次还是错啦 OK 其实也没 我是觉得 所以我谨守一个原则 就是尽量不要出错 不要出错就好了吧 就这么简单 所以我讲了很多的方法 就是告诉你 什么样的方法 不要让你写程式犯错 所以尽量 那也说你们会犯的错 其实可能我也没有发生过 为什么 因为我不会这样做 OK 所以有些动作 有些会问我 为什么 怎么怎么样 我有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 因为我不会 不会去做那个动作 自然而然我就不会犯那个错误 所以尽量的话 反正就是安全路线 有没有 OK 比如说 怎么样行车才会安全 有没有 那大陆我们都是遵守交通规则的 所以我们也比较不会发现什么样的状况 对 你问我说怎么样才会出 怎么样 那大陆我没遇过 我没办法回答你 所以你要问什么 你要问三宝 他会告诉你 他会告诉你 他会告诉你很多 对 我发现很多人 就是一些不应该出的行为 就这样 OK 所以程式的话 尽量就是不要发生错误 那如果刚开始你很担心犯错很简单 把这些程式拿来当范本就好了 范本拿来改总不会错吧 所以尽量留下一个完全是正确的范本 然后以后就照着稍微改动一下 对不对 那等到你改的已经差不多了 OK 那你当然可以放手的慢慢再去把它大 就自己再来过了 OK 有没有 就类似像有个辅助 就像说 常常有问我说游泳怎么学 很多人不敢游泳 对不对 那刚开始很简单嘛 不是有那个扶手吗 有没有 你就先用扶手 等到哪一天 我以前就这样学的 小学的时候 我就先把一个手 有两只手 一个手拿掉了 然后一个手也可以了 再把另外一个手拿掉了 你发现真的也可以游得起来了 现在就觉得后来根本就不需要了 所以是可以渐进的 当然有些人是很厉害的 天生就会游泳 那当然 可是一般人 你可以渐进的慢慢来 没关系 所以至于要怎么样把城市学好这件事情 我觉得也没那么困难 当然就是要去花一点时间去实作 所以上个礼拜的城市在这 今天的话呢 我们接下来再来看其他题目 所以待会的话 请各位 稍微看一下0605这一道 这个 那总共会有几个题目了 反正我们 基本上 就是针对实际上看到的网页 因为我要把它抓下来这件事情 其实方法你可以用各种方法 我会跟各位讲一个我自己习惯的方法 尽量是简单好记 而且不会出错 那就好方法 至于你有没有其他方法 如果你想出更简单的方法 没关系 你可以去做 没有关系 其实说这样 城市真的没有标准答案 而且你会发现 城市设计 每一个老师讲的都完全不一样 每一本书讲的也都不一样 这是什么办法的地方 那怎么办 没关系 你先找一个 先把那一个 一本书也好 或一个老师的方法学好 你再去学其他的 我觉得才比较OK 不然的话 你每个都学 就根本不知道哪一个才OK的 好 那所以待会的话 请各位看一下 06 05这个单元 然后呢 我们第一个 请一样移到下面 第一页这边有个台彩的开奖 台彩的最新的开奖结果 这边底下有个连结 或者你搜寻台湾彩券 OK 那你可以看到上面的话 就会有很多的号码 比如说我们今天 假设我要抓的 特别注意 特别注意 我要抓的是大乐透 好了 因为大乐透好像比大家比较清楚 OK 假设我要把这个 总共有几个号码 246 6个号码 加6个号码 加一个特别号 实际上 当然这个号码是一样的 就是要排序而已 如果我要把这13个号码 全部抓下来的话 而且可能还包含这上面的东西吧 反正把这些东西抓下来的话 那该怎么做 第一个 当然后来之前上课呢 我讲大乐透 后来说 老师威力财更厉害 因为威力财之前好像有13亿 他说那威力财要怎么抓 一样嘛 反正你会抓大乐透 我想你就会抓威力财了 OK 那也就是说 我如果今天希望 把这个网页里面的东西 全部抓下来的话 那该怎么做 不过我们的问题 先focus在这个 请你先试着抓抓看 大乐透的这个资料 该怎么样抓下来 OK 画面再防点各位一下 所以第一个 一定要用那个request 有没有 那request的话 再来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把那个什么 刚刚没有广播 第一个的话就是先抓request 第二个的话怎么样 再利用那个什么 滑鼠右键 到网页按右键检查 看一下它的什么 标签 针对那个标签提示的 看有没有 第一个标签 第二个有没有class 如果class 你可以抓class 那第三个的话呢 就是针对你抓东西 然后分别的话 再把它底下的 比如content 足以把它抓出来 这样的话 就可以把 这个总共有 13个号码 全部都抓下来 当然如果你抓完之后 你觉得 没那么困难 甚至可以把这些 包含什么 这一堆的 双银彩 威力彩 乐盒彩 还有什么 三八跟四九 这什么 还有金彩五三九 三九 还有什么三星彩 四星彩 一堆彩的 ok 你也可以把这些资料 试着把它抓取下来 ok 试试看哦 好 谢谢猫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下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